不盲目追求幸福,自会得益人生,写一抹微笑,与萨托同行,守候爱你的人,珍惜你爱的人,是一种智慧和掏略,这种平凡而犹如高山流水的境界,如云般洒脱,如年般淡然,一天尽全是宽容,用戴观尘托高贵,路不通时,学会拐弯,心不快时,学会看开,棘手的事,难做时,学会看开。 放下,欲去的缘,皆认识,选择随意,有些情,但一旦,就是然了,有些累,停一停,就休息了,有些苦,笑一笑,就冰湿了,又喝心,伤一伤,就坚强了,行至水穷路四横,走开云起云一高,路旁有路,心内有心,平得是眼界心胸,能左右你生活的,永远是自己, 出生规定起点,选择决定方向,心态左右生活,大齐心,容天下之物,虚齐心,爱天下之善,平齐心,论天下之事,定齐心,因天下之变,大事难事看淡灯,捏尽顺尽看胸襟,游手游得,看智慧,日诚是败看坚持, 人生的转折很多时候是有预谋的,我们在不停寻找一个开始的时候,其实他早已经把虚眼的一扇门,推开了一个小范儿,等待你看见那丝透过来的阳光,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, 让我知道,整个人类的生命,就有如一件一直在琢磨着的艺术创作,我不明白什么叫恰到好处,我只是不想辜负谁和被辜负,该拥抱的时候我不退步,该笑的时候,我绝对不会哭,没必要可以遇见谁,也不急于拥有谁,更不勉强留住谁,一切顺其自然, 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后的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